Hi 大家好 我是Emil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又歡迎來到大家很喜歡看的最近戴愛片 拍這種片是拍得很頻密 因為買東西都比較多 不知為何最近購物是有少少黃成的 這次會分享的產品在這裡 要很小心 種類都比較多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第一個要分享的好物 登登就是Dr.Wu的這支精華油 最搞笑的是最初我完全不知道它是油 因為它的官方名字是沒有油這個字 是叫做Du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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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精華 但用上去我覺得很驚艷 有油的滋潤感 但它好像精華一樣吸收得非常快 令我對精華油這個產品更加改觀 更加覺得很驚喜 當你經常出現豆豆的話 你會覺得Dr.Wu這個品牌的產品 真的非常適合豆豆機 這麼多次用它 我完全不會覺得它黏黏令到我生暗瘡 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是非常豆豆機朋友 我便上網做資料搜集吧 看看 它是結合了三種不同的果油 摩洛哥堅果油 夏威夷堅果油 還有荷荷巴油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油的組合 真的很細膩 很輕透 但它的滋潤度是非常持久的 因為轉季眼底位置很容易卡乾紋 而且滲鼻看得多 因為我鼻敏感 然後用了它 會令你的底妝真的貼服一點 而且耐久得好一點 眼底的乾紋都會沒有那麼明顯 如果你真的大乾肌的話 你用它來混粉底 效果是很漂亮 是完全沒有違和感的 很推薦大家轉季的時候 要用一些油的產品 我知道有些人都比較抗拒油的 因為覺得 香港已經這麼黏黏 我還會塗油在臉上 但其實我們皮膚是非常需要這些油脂的 本身我們會自己分泌這些油脂 但隨著年紀的增長 其實那個能力會減低 但如果當臉皮脂塵變弱的話 會令臉皮脂塵變弱 亦容易有敏感 不同的狀況出現 所以偶爾塗一些精華油 尤其是秋冬期間 我覺得是非常需要的 所以這一枝超推薦大家去曼寧買一枝試一下 但是完全不會後悔 非常之好用 第二個好碼 就是在Sephora買的這枝 檸檬味去獲得一層產品 非常之正 這個應該是我用的第三枝 第一枝就是Sephora寄給我的PR Gift 用完之後覺得 哇 很好用 可能每個星期都會用 然後回購第一枝 然後回購第二枝 這個是我自購的第二枝 但不知為什麼好用的產品 有時候你真的會忘記了分享 因為它好像融入了你的生活當中 突然變得很不顯眼 所以這麼遲才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這麼喜歡用它呢 因為它結合了物理性的去角質層 和化學性的去角質層 它裡面是有果酸成分 大家都知道我多喜歡用果酸產品 所以用它的臉是真的特別覺得乾淨 不過先戴一下頭盔 它不是我用過最溫和 最柔軟的去角質層產品 所以如果你皮膚是特別敏感 或者很簡窄的話 就未必用它 但如果你是皮膚特別容易起角質層 如果你是有暗瘡的皮膚 我就覺得用它你會覺得很棒 用它的方法就是 好像平時這樣洗完臉 濕碎 然後在臉上輕輕打圈30秒左右 打完圈之後 就不會馬上洗掉它 會在臉上敷大概3-5分鐘 讓裡面的果酸再滲透到皮膚底層 洗了臉之後 臉真的光滑了 然後淺層的黑頭退出來 鼻翼旁的死皮都可以退出來 所以它會令臉的深層代謝快點 暗瘡都會代謝得快點 我非常喜歡用它 趕時間 譬如說我沒有空抽20分鐘出來敷這個 Neostrata的果酸面膜 我會輕輕抽5分鐘左右敷一個快速的去果酸面膜 真的臉會更乾淨 所以接下來去日本旅行 我都會帶它出國 因為真的很方便 不過提提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用它 我就覺得不要那麼嚴重 一來就磨完沙子之後再敷5分鐘 可能是敷大概1分鐘 或者2分鐘 看看臉的反應 然後再慢慢疊加時間上 這樣會比較好 始終它不是超級溫和 我的皮膚都稍微敏感 我頂到果酸的產品 用它是完全不會敏感 而且用完之後臉不會紅 沒有這個問題出現 所以都推薦大家回去試試看 第三個要分享的好物就是 好小 就是這裡了 這一對鑽石戒指 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可能心想 為什麼這麼普通一粒的鑽石戒指 都要拍片和大家分享呢 重點就是它不是天然的鑽石 它是實驗室配慾鑽石 我覺得在香港不是太多人認識 這個Led Brown Diamond的概念 所以今天想特意拍片和大家分享 讓大家購物上有多一個選擇 話說我怎樣認識它們 我也是去年才認識這個概念 但其實在外國已經流行了一段時間 有一次我在尖沙咀的Mirror Place逛街 我發現有一間店是叫Led Brown Diamond 嘟嘟嘟嘟的樣子 我就覺得 好可愛 是不是真的在裡面是賣鑽石 即是Swarsky那些鑽石 跟店員聊聊天再看看價錢 不是的 它們真的是鑽石 是超級閃 有GIA證書 但為什麼價錢是便宜幾倍的 然後我上網做資料搜集 才知道是哪一回事 其實這個概念很簡單 我們平時看到那些周大福 六福那些鑽石 是天然鑽石 是真的要有礦工採礦出來的 而這些是在實驗室培育出來的鑽石 它們也是叫合成鑽石 或者是人造鑽石 但是它們的chemical structure 它們的切角 顏色 正度 是跟我們市面上看到的鑽石 是一模一樣的 亦都可以有證書的 除了人造之外 所有東西都沒有分別 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最大分別就是它們的價錢 是便宜幾倍 而且它們也是環保一點的 對我來說 我完全接受到這個概念 因為女生不只是買一對戒指一對耳環 會有很多不同的款式轉換 但是當你預算有限的時候 就會限制了你的選擇 Groom Diamond是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它真的比較便宜 而且最棒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拿自己想要的款式 然後給它一個預算 它就可以跟你叫價 告訴你這個價錢 你可以做到這個正度 這個切割 你可不可以 可以就可以去做 所以真的選擇上會多很多 你不用走勻講究十八驅去找你自己喜歡的款式 直接Taylor Made就可以了 甚至乎有些人都會去那裡特地訂一些求婚戒指 因為真的值得玩很多 譬如說我手上這一對差不多兩卡 沒有記錯 都是9000多元而已 但如果你去店鋪買真的鑽石 應該要兩三萬才可以買到這個正度 這個是D-Color來的 我也有跟Dan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自己是open to求婚戒指 是Labrum Diamond的 但我就要那個顏色 切割 正度 就要最高等級 但想想也節省很多錢 所以大家如果都喜歡鑽石首飾的話 絕對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選擇 我覺得是非常聰明的 下一樣都是accessory來的 我真的很喜歡accessory 就是APM買到的兩樣非常基本款的accessory 首先分享了這個 這個耳環其實不是一個圈 噔噔 它是有一條鏈連著的 它是可以扣在耳骨的那種耳環 我覺得非常好看 最棒的是這雙東西好像八百多元 我以為只有一邊 誰知它有成一袋 我馬上覺得非常划算 因為通常這一種款式出去買都是只有一隻 你可以跟朋友分享 然後一人一隻 除了可以是四百多元 然後另一邊你可以戴單丁的一粒耳環 它有幾種戴法的 你可以就這樣戴 可以扣在耳骨那裡 第三種戴法就是不連著 就這樣掉在這裡 然後這裡再帶多一粒耳環 都可以 所以其實它的變化是非常之多 看上去是很簡潔 是一個很普通的波浪紋設計 但是又很優勢 很白鬥 很容易配搭 所以是非常之好看 如果大家在找這類型的耳環 很建議大家去看 我本身耳朵是比較薄和小 所以我未必會用這個戴法 我都會這樣 放進耳孔那裡 就會穩陣一點 真的不小心掉了出來的時候 都可以有一個位置扣住了 第二個產品就是 我買了一條鏈 是做鎖骨臉或者是做stacking 因為現在很流行 幾條鏈連著一起戴 我就發覺我全部都是一粒 或者一抽的鏈 我就沒有什麼很丁丁 很簡潔的鏈去做配搭 這一條就非常之適合 簡單一個弧形線的設計 我今天的衣服就不太合適 而且我最喜歡它是後面可以調校長度 它不是只有一個長度選擇 當你單丁戴的時候 你就可以縮到很短 就放在鎖骨的位置做鎖骨鏈 其他的東西你想配搭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長一點也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很適合玩這條鏈 我最近也在Pandora買了一條手鏈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買了幾次之後 我覺得Pandora真的很容易變色 很傷心 你可以拿去洗的 但洗你要放下一個星期 而且洗也很麻煩 你要回到後面 但APM的產品 至今我買了很多東西 我看看自己的手飾櫃 它們的顏色都保持得差不多 所以我想我接下來也會買APM的產品 會比較多 然後就要分享一下兩雙我最近買 用來襯秋冬衫的鞋 第一雙就是 在Stacato購買 不知道唸得對不對 買了這麼多次 我每次都忘記問它的店員怎麼讀 我下次一定記得 好了 這一雙HER為什麼這麼棒呢 我將要讚它 讚到飛天 雖然我還沒穿過外出 首先 我找了這一種Cutting的HER 找了很久 終於被我找到了 市面上有很多Nehai Boost 都是去到大腿中間 本身這個樣子的Cutting是沒有問題的 但本身我們亞洲人是比較小顆 穿那種Cutting的HER 很容易顯得腳短和小顆 這個剛剛好蓋到膝蓋 所以令到你有一種視覺上拉長了的效果 好像是你的腳很長 對HER包不完的感覺 第二就是舒適度方面 那個店員跟我說 它裡面都是做真皮的 所以我穿上去第一個感覺 是真的特別親膚舒服 而且走久了 你也會覺得是透氣一點 沒有那麼焗 便宜一點的Nehai Boots 它裡面是做假皮 走久了其實真的會特別焗促 第三就是我想找這些這麼平底的Nehai Boots很久了 因為我很想 煙避到舒適到 有時候有太美的鞋子 家裡的高跟鞋子真的長期放在髮毛 但這個是完全平底 我覺得接下來我去日本去旅行 逛一天都完全沒有問題 很喜歡它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Cutting 因為我自己的腳是很難買這些Boot和HER的 本身的腳是比較滅瘦 市面上有很多HER 我穿上去都好像是一枝牙籤 刺在擦紙膠上 其實真的有一種很刺皮 很衣不清新的感覺 但是它是自帶挺身的效果 非常之好 這個位置是很挺身 所以穿上去的腳型特別漂亮 而且腳看起來是直了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直覺也是跟我一樣很瀏瘦 經常都買不到HER的話 我是很推薦你買它 它真的舒適度很好 款式很好 Cutting很好 價錢上可以便宜一點的 它就是大概$1,800 但是我覺得值得 因為它用了這麼多布料去修製 而且真的舒服 任意也是真皮 推薦大家去看看 另外一雙鞋子就是價錢比較親民 在Oriental Traffic買的白色Boot 登登 這雙鞋子都沒穿過的 所以我就可以拿上手 大家不用這麼驚慌 雖然這款是很基本的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款式 但我都找了一段時間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都是 中間有一條車線 然後底是一樣的 我真的不太喜歡的那款式 我個人來說不太喜歡 這款式終於中間是沒有車線了 而且底是配了一個深啡色木的竿 我很喜歡這種顏色的contra 另外一種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的鞋頭弧度 市面上有很多都是很平頭的 我就不一般的平頭 雖然它穿上很舒服 但是就不能拉長腳 看上去的視覺效果是沒有那麼收長 而這款它做得欺負到好處 它做回收口的弧形 但它又不會太尖 因為始終高跟太尖的話會不舒服 另外當然它是高度 超級粗爪 這個高度是剛剛好 它再高多一點就會不舒服 但它矮一點又做不到那種高爪 拉長到直腳的效果 所以高度 鞋頭 它的顏色配搭 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重點就是它只是六百多元 是它們今季新出的款式 亦都很喜歡它們這個管口的位置 都是收得很好看 不會太鬆 始終太鬆看上去 都是有種衣不清新的感覺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一雙是挺划算的 好 今天這條最近大外片就差不多了 分享了一些衣服 護膚和鞋子 希望大家喜歡 最近購買容有點旺盛 所以大家都有福 可以多看這些最近大外片 我下一條會拍UNICO和ZARA的開箱片 大家拭目以待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有用過我以上分享的產品 歡迎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滴致